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常书写要去克服的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词语的练习成语短句以及段落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在不同一个场景书写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们在书写一些大篇章的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字看得会更加的整洁规范 那其实就日常书写而言啊 像我们学生考试啊又或者是我们在找一些文件啊 写一些手稿的时候 那没有格子的话呢 没有格子的话 这个就一开始没有格子都很容易写的很乱嘛 对吧 所以还建议大家呢 呃应用这个横线格 那当然中间带一条这个虚线啊 我们所说的一个辅助线 这样一个练习呢会更加的有效 还是先在横线格里边进行练习就是我们从米字格或者田字格里边跳出来 跳到了一个横线格啊 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字都是汉字都是有大小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字啊都写到底都写到底部去啊 写到就是说底平齐啊 这样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书写效果呢 还其实不一定好看啊 还不一定好看 这样就看下边横整齐 上边就是这种啊 层次不齐的一个状态 其实呢 这样的书写不能让我们的一个字呢 看起来更加的规范 而且呢 这个也太过于依赖 下边的这一条线 导致呢 我们在如果是托格书写的话 就会写着写着一边往下降 又或者写着写着又往上扬 是因为找不到下下那个下边缘的这条线 没有辅助 但我们每个字 它都是有中心的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我每个字呢都是有中心的 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字的中心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的话 那这这一行字就会变得更加的好看 比如说 在这 大概 我们把每个字的一个中心 大概的要放在一条线上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字看起来就会非常的整洁 而且在托格书写的时候 在我们练习过后 过渡到一个托格书写的时候呢 就没有任何格子空白纸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直接依靠我们自新的一个 对自新的一个位置判断 来达到书写的时候 很平滑的一个过渡 很整洁就一排就书写过去了 不会往上掉 往上降 或者是 不会往上扬 或者是往下降 太厉害 那我们在书写当中 比如说 我们来抄一段散文 比如我们来抄一段散文 来看一下 我们把每个字的一个中心 放在了这个一条线上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最后很多朋友就比较 会比较困惑 我们字的一个中心 怎么样去找呢 其实这不是什么中心 中心就是它的一个几何中心点 那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通过前边解体的一个学习 其实已经能够 对这些字 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那其实稍加训练的话呢 这个过程 很快就度过了 你看每个字 你看把它的一个中心 对吧 中心 放在这条线上 血液 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也尽可能的啊 放在这个 不要 不要看上边或者下边 一定要把注意力呢 放在中间 把它们中心啊 都排在一起 那同时呢 我们在平日书写的时候 也不 这些字呢 也不用像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哎呀 一板一眼的 按照每一个规矩 每个法则章去套 那在书写的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 在前后左右 会 加一点点的变化 要应对 不同的一个书写情况 但这个基础呢 还是 需要大家再把单字的一个工 单字 功课的一个基础上 才去做这些变化 比如说我们这无字 下方我们就不写书 书弯钩了 直接写个书弯下来 看我们这儿 变横 为横挑 挑击下来 哎 这边延长一点 先写四横 再写中间这一数 改变它的一个笔顺 但是呢 我们仍然是把每个字的 一个中心啊 放在了这条线上 因为一边讲 一边写呢 可能就写的比较慢 但是呢 尽可能的会让大家 看到我们每个字的 一个变化 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 分析的一个思路 把这个字呢 写得非常的小 大小错落 但是呢 都是中心呢 都是在这一条线上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对 好 谢谢 什么意思 我购买了 我的名字 对 我购买了 加倍筆许 看来我们都是把字写在中间去的 当然这个过程呢是需要在不断的练习当中 去做到 并不是说今天一说 那大家就要立马要求自己能做到这一步 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但是呢 大家现在开始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往这一方面去思考 那并不是上对齐也不是下对齐 而是中间对齐 而且在单字的一个数学上呢 也不像原来那样 必须每一个部分 要按单字的一个数学法子去写 写的那就较为随意 改变这个走织的一个斜方 自然有大有效 真知错落 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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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经过长期的形态训练过后 能够轻松书写出来的一个状态 也希望大家在前期的一个学习 一定要坚持下来 感谢观看 像我们平时在比如说考试 或者是抄写手稿文件的时候 都可以这样子去书写 那也许呢 现在写这种形态 你对速度觉得还不够 还想再提速的话 就需要大家在草法上 就要学一定的一些草书符号来替代 比如说这个去字 可以让子去写 匆匆来去 得字 匆匆来去的由风浪跌 后边呢 我写 尽量的会带一点草书的符号 然后我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在 加入草书过后 形草书过后 它的一个书写速度 以及整体的一个效果 有点的责任 真的 有点 我们来看看 谢谢 rian 如果的如 金 都 你 的 无极可循 那这其实呢就需要我们对草法啊有一定的认知 当然呢这个草术的一个横写呢可能显得有一点点怪呃需要就是说在嗯就是说你不能大量的使用草术来横写这样的话有时候会引起别人的一个不适应或者是说其他人在看起来的时候他也看不懂对吧 所以说偶尔的一些字符使用草法呢是完全可以的这呢就是我们整篇的一个书写效果啊就是说大家在练习的时候通过前面那个学习能够轻松书写出来的一个状态 当然呢就是说我个人的一个能力也有限也许大家经过课股训练过后比我写的要更好更快啊那么只是说通过这一系列的课程呢为大家在练字上面做一个简单的指引啊接下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呃和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签名的问题 那因为我自己就说也没有那么多资源所以说呢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些名找了一些名字啊我们按百家信来吧就说从赵开始 其实签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的随意或者是说洒脱一点点呃在了解前边我们解体的一个法则过后呢 哎这个字我们可以写得更加的更加的流畅一点点比如说我们先来看赵伟红 就是按我们形态你嗯慢慢去写的话啊赵伟红 那其实你就是说如果在签名的时候可以怎么去写呢 哎呃前面呢都是都是一样的哎呦我这边就提起来啊提起来 尾字写得更加的随意 呃油或者是赵钱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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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说把这个 主笔画 写得更加的伸展 等一看 直接拉下来 把整个字呢 让看来更加的洒脱一点点 先拎 按提上去 就是说在整体解体 不变化的一个情况下呢 可以把它写得 更加的伸展 当然了 就是说在工具的一个使用 刚刚我们举的这个是中性笔 对吧 中性笔 那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些 比如说笔头比较软的 像这种半软半硬的 这个修理笔 那如果你只做签名使用的话 是完全可以用这些笔的 或者是 用那个美工弯头的一个钢笔 也是可以 孙 看一下 我们形态的 孙 瘦 那如果写的夸张一点点 就连起来 那可以让他笔画 更加的舒展一点点 我可以用这些笔画 我可以用这些笔画 这样呢 它显现出来的一个效果呢 变化会更加的明显 当然我们在放大的一个书写上 可以 主 主美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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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变化呢会更多 这些 那总的原则呢 就是说在 刑凯的一个基础上 我们要写的比较 如果是想写的签名的时候 显得更加的舒展 又或是说轻松的话呢 那在解体不变的情况下 你可以在笔画 掌握好它的一个主笔 主次笔之分 然后呢 把主笔放大了去书写 你比如说像这的一个常数 或者是隔勾 那然后整体字的一个宽松 程度 要稍微加大一点点 那这样的话呢 签名的时候会更加好看 你不要说签名的时候 比如说我把字写得非常小 写得非常小 这样子取签 就是说第一点 别人会觉得不够大气 第二点就是说都挤到一团了 一团了 别人看着也不会 就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觉得有点怪怪的 所以说呢 可以尽可能的写 尽可能的写大一点点 再写最后一个 这样的你单独的这样去写 还没什么 但是呢 你可以在写的时候 把主次分清楚 这样的话呢 会显得更加的舒然一点点 好 那最后这一节课呢 就讲到这儿 希望这一系列的链字课程 能够帮助到大家 好的 大家再见